的部分條文修正案喔 本席是覺得非常的重要 那是不是首先我們可以請 我們署長還有疾管局的局長 署長請,還有張局長 委員好 署長好 這邊我有整理出來 我本身其實非常重視 今天這樣的一個修法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在H1N1 的時候,當時整個媒體 對於我們疫情 有一些不實 或者是誇大式的報道 當時其實造成了 民眾非常嚴重的恐慌 那後來其實 當時我還在民間團體的時候 也有加入整個VICP的 運作,就代表公民團體 那所以我了解那整個運作 過程透過醫師專業的審查 還有委員會委員的成員大家確認 後來都一一證實了 其實幾乎多數的案例 都不是因為疫苗而死亡 特別是死亡的案例 當然疫苗會引起部分的副作用 但都不是因為這個造成的死亡 但是當時我們可以看到媒體 非常大篇幅的報導 甚至大家就下了這樣的一個標 疫苗奪命 就是他還沒有辦法證實疫苗是不是有問題的時候 媒體就說疫苗奪命 然後奪命疫苗 就是把疫苗已經完全的污名化 就是說它是一個打下去就會死人的東西 所以當時我覺得整個台灣社會陷入集體的恐慌 新聞媒體飆這樣子的下 我們政論節目也亂談一通 找的都不是我們專業的人員 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修法本期是非常的支持 我們其實台灣有些事情 我們有言論空間 我們其實可以該好好的來辯論跟討論 但是大家知道 防疫視同作戰 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如果我們前面沒有採取最好的保護措施 等到這個門一打開 這個洞一打開的時候 你後面要再來補救會來不及了 所以當時我記得也有一些人 是因為他沒有施打這個疫苗 而最後其實他的保護力不夠 然後死亡的案例 是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署長跟局長可不可以講一下 當時真的是引起非常大的恐慌 那麼而且有百萬劑的這個疫苗 後來都銷毀了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那時間過了 那所以真的也蠻多人 應該是有不少了 那麼大部分死亡的病例 我看都是沒有打疫苗比較多 沒有打疫苗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是非常嚴重 那張局長 謝謝 謝謝委員 就是 事實上這個是在2009年 接著2010年的 這個2011年 就去年的1月2月也是H1-1 所以跟這個他的效用一直有這個影響 就是的確是對於這個 很多人是的確是死亡是因為都沒打疫苗 那這個尤其是看到H1-1這件事情是非常明確 那這個委員的意見我覺得是非常正確 謝謝 好 所以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對國人的健康保護是這麼重要 我覺得今天的修法也別具意義 當然我看到你們其實 就在今天你們希望是在整個第9條的部分 就是說任何人他如果利用傳播媒體來發表一些不實或者是錯誤的訊息 而導致呢整體的防疫就是受到影響 那主管機關因通知起更正或立刻更正 那就這個條文本身呢我覺得它有達到一部分的功能 是事後更正的功能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事前呢 其實很多像這樣子的報紙標題一下奪命疫苗一下 那這個有沒有觸犯到你們所謂的不實或錯誤 或是說一個媒體他就在一篇新聞報導一千個字當中 其中八百個字都是家屬的說法 那家屬情有可原 他因為今天他的孩子死亡 他會有悲痛的情緒 所以他發表出來的言論就是他一定是覺得有一些不公的地方 但是媒體如果在這個時候他不做相對性的查證跟客觀的報導 其實整個形成的輿論效果就會是疫苗會害人打疫苗會死人 就會形成民眾這麼深的印象 我想上個禮拜我也問過署長 就這一陣子為什麼我們三歲以下這個疫苗施打率其實才六成 就是還是前一陣子有受到一個個案的影響 但這個個案事後也證明他其實不是疫苗造成的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各大媒體的處理方式 包括電視我們都看到是家屬的哭喊指控 就這個疫苗就是有問題 但沒有看到任何其他官方或客觀的學者的說法 也就是說我們的新聞媒體在處理這樣的案件的時候 他是沒有好好經過查證或給予一個客觀性的報導的 所以如果今天媒體是這樣處理按照你的第九條 事後可以罰嗎 他說我沒有啊我通通都是家屬的說法 但是他就形成了一個效果這個疫苗大有問題 那這樣子可以嗎 其實你的第九條到最後他沒有錯誤喔 他也沒有不實 但是他犯了一個很嚴重的新聞倫理的問題 他並沒有加以查證或者是客觀的報導 他的資訊沒有對稱沒有平衡 而他造成的效果就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恐慌對這邊的不信任 那我覺得其實像醫療的東西 這個是有事實根據的有醫學根據的 其實不應該是由媒體做這種任意性的報導 所以我主張今天其實我們的第九條 除了本身這個條文 如果他有真正的錯誤跟不實 當然要予以更正 而且是基於錯誤不實的 就要加以處罰 這個後面要相對性的法則 但是如果要達到進一步預防式的效果 本席主張應該在第九條之下 還要再另加一塊 就是我們要求媒體他在報導 這一種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的防治措施的訊息的時候 應予以查證 他應予以查證我覺得這是媒體的職責 因為今天經由媒體而不查證 然後導致民眾的恐慌 我覺得受害的都會是這一些本身保護力弱的人 他因為恐慌而不敢施打疫苗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可以再增加一下 就是在第九條底下我們再增加一下 就是要求我們的傳播媒體 這其實也是比照我們中央氣象局的法令 之前我們大家記得有很多地震達人 紛紛就會自己說我預測到了 這個我耳朵在想 所以他說三天後會有大地震 就是太多這一種消息 但是他沒有經過一個客觀的這個發表 所以後來其實在我們的中央氣象局裡面 他其實也很明顯的在氣象法第十九條 他也直接他就針對新聞傳播媒體 結果他發布的這一些資訊 就是如果錯誤要立即更正 但是我覺得像這種防疫的資訊跟天氣的資訊 天氣你頂多是預報不準被淋到雨而已 但是防疫的資訊可能會要了你的命啊 他是要非常慎重的 所以我主張是不是我們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我們應該還要再放入一款 就是要求傳播媒體 他事先其實要予以查證 那他查證就要求 等於要求媒體 你今天除了聽了家屬的說法之外 其實也要跟我們衛生署 跟我們的疾管局 跟我們的防疫中心 來做雙重的確認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報道 我不曉得署長跟局長你們的意見怎麼樣 我想尊重委員的意見 謝謝 尊重委員的意見 好 那如果兩位同意的話 我待會會提一個修正動議好不好 就在第九條裡面 我們再增加一款 希望媒體可以散禁查證的責任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楊耀委員諮詢